冬天一到,不少人将家里的电热毯拿出来使用 但保暖的电热毯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存在一些隐患 那么家用电热毯还能继续使用吗? 引起火灾与睡觉时断不断电又有何关系呢? 这里是知识TNT 在寒冷的冬天,北方人可以开着暖气炕上座 而没有暖气的南方就只能开着空调取暖了 可即使是这样,也难以抵抗低温的天气 一到晚上,被窝就变得十分冰冷 不过除了多盖几床被子外 有些人还喜欢使用电热毯取暖 只需在睡觉之前插上电,被窝一会儿就暖和了 但近几年,电热毯漏电,火灾事故频繁发生 看似保暖的电热毯貌似也存在着一些隐患 那么事故频发的电热毯还能继续使用吗? 到底有何隐患? 平凡发生事故,与我们睡觉时拔不拔插头有何联系?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电热毯的工作原理 电热毯是一款物美价廉的家用取暖电器 使用时步骤较为简单 托在床上后插电即可 不仅取暖效果好,速度也快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电热毯主要由电热元件、电源及控制电路、外包裹等部分组成 其工作原理较为简单 利用电热元件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再由绝缘外壳把能量传递到人体 电热毯根据调温元件的不同 可以分为调温型电热毯、控制型电热毯、电热垫和电热被褥四大类 家用电热毯耗电较低,一般在25-140瓦之间 正常情况下,工作温度一般在20-60摄氏度左右 但由于近几年市场的竞争力加剧 有些家用电器制造商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了劣质材料和不合格的元器件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的同时 安全性能也在逐渐降低 甚至有些产品根本达不到安全设计要求 存在一定的健康和安全隐患 那么电热毯使用时有哪些隐患呢? 10月9日70许 宁川一居民在家中使用电热毯时 不慎引发火灾 因吸入大量浓烟导致窒息、中毒 被送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救中心抢救 近几年 由于电热毯漏电引发的火灾事故频繁出现 而引发火灾的原因和电热毯本身的质量 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当然也不排除人为使用不当造成的原因 市面上的电热毯 大多数采用化纤或者纯棉面料制作 而这两种材料又是易燃物品 如果将两根电阻丝放在上面 很快就会引发燃烧 一般我们在冬天使用电热毯时都会盖着棉被 如果电热毯着火 那么覆盖在棉被下面的火源就很容易产生阴燃 时间越久且火势越大 其次 由于我们对电热毯使用或者洗涤不当 也会引起电热丝折断 或电热丝与电源引线接头松动 进而导致相邻的电热丝短路 接触电阻过大 产生火花 引燃棉被 床单等可燃物 此外 电热毯受潮或者使用粘线较长 电热丝绝缘层也会出现老化的情况 很容易发生漏电 短路的情况 那么睡觉时 电热毯有必要断电吗 对于睡觉时 电热毯要不要断电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存在疑惑 不少人睡觉时习惯开着电热毯 电热毯内的电热丝长期通电后 会产生大量的热气 在散热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电热毯内的温度会聚集不散 当达到一定温度后 就会使棉织包裹物碳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温度急剧上升 当热量超过了棉织包裹物的燃点后 就可能引发火灾 并且通电时间越长 散热条件越差 电热毯内部的温度就越高 引发火灾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 所以我们在睡觉时 最好关掉电热毯的电源 即便是合格的产品 长时间通电加热 也很可能引发漏电和火灾事故 那么电热毯使用时该注意什么 生活中不少人为了使电热毯发热效果达到最佳 会将其直接铺在床单上面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虽然电热毯贴着身体 发热效果更好了 但也很容易使人体造成低温烫伤 所以电热毯在使用时要铺平在床单 或者薄垫子下面 不能在某一位置重复折叠 以免损坏内部的电器元件 引发火灾 其次 电热毯的安全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 而电热毯的发热线保护绝缘层 使用超过6年后 就会出现老化 开裂的情况 绝缘性能也会大大降低 因此 家里超龄的电热毯应及时的停止使用 如未超龄 但使用时间较长 就需要在使用前检查线路是否损坏 如果发现损坏 可以请厂家或者售后人员进行维修 不能为了图方便 怕花钱 就继续使用废旧的电热毯 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将不堪是想 那么该如何选购电热毯呢 电热毯主要是铺在床上使用 耐潮也成为了电热毯的一项重要指标 所以 我们在购买时 可以选择经过防水处理的电热毯 如果电热毯遇到水 就可以降低触电的风险了 质量决定了电热毯的好坏 在日常购买时 一定要认准3C认证 这是因为经过相关部门 或者单位检验合格的产品 才会有3C标志 而3C认证是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它也是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 所实施的产品合格平定制度 其次是在正规渠道购买 在购买电热毯时 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千万不能图便宜 购买无安全措施 或者未经检查合格的产品 以免因质量劣质而造成火灾事故 最后在购买时 还需要检查电热毯表面是否平整 电热丝分布的是否均匀 仔细查看影出现街头处是否密封完好 那么生活中遇到电热毯起火 该怎么办呢 首先应将电热毯的电源关掉 在没有关闭电源的情况下 用水灭火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只有确定关掉电源才能进行救火 其次不能将床单被子掀开 增加与空气接触面积后 会加快燃烧的速度 可以就近寻找灭火器进行灭火 如果火势无法控制 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进行求助 支持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关注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 census 结果 绪 来 6 7 2 2 2 1 2 1 1 2